好男人的二十大标准至少占五条才能结婚 婚后流的泪都是婚前脑袋进的水 经常有姐妹抱怨 谈恋爱的时候很幸福 但是结婚以后却是一地鸡毛 那个曾经温柔体贴的男人 似乎一夜之间就变了 两人经常吵到最后实在过不下去了 到底是男人婚后变坏了 还是财迷油盐酱酥肠 把爱情都消耗完了 其实都不是 撒定决心要嫁给一个男人之前 一定要先检验 他是否可靠 确定以下这二十个标准中 至少达到五条以上才可以嫁 一 愿意花时间陪你 无论多忙 每天都会抽空给你发短信 打电话 不会以工作忙为由 一次又一次放你飞机 更不会几天几夜不理你 二 对你坦诚 手机号码QQ密码等通通对你透明 坦白每月收入及存款总数 即使藏了小金库 也愿意拿出来给你买礼物 三 答应你的事情 一定会全心全意做好 你要的东西 只要力所能及 就一定会送给你 四 他会经常告诉你 关于他家里人的情况 让你更了解他的生活 爱屋及乌 也会关心你家里人的情况 五 只要你有需要 不管平时他多么嘻嘻哈哈 都会立马变得很有担当 六 你生命不舒服时 尽管他会很严肃地骂你 会黑着脸折怪你不小心 但他还是乖乖留在身边 无微不至地照顾你 给你熬粥 为你准备热开水 整夜守着你 七 你开心的时候 他会陪你一起分享喜悦 你不开心的时候 他会把肩膀借给你依靠 默默陪伴 直到你重现笑容 八 小事他做主 大事总是两个人一起 有商有量 会尊重你 不会勉强你去迁就他 九 偶尔在你身边 你会变成小男人 撒娇卖萌 让你鄙视他的幼子 又舍不得离开 十 爱的不仅仅是你的优点 也包容你的缺点和不足 十二 会不厌其烦 嫌弃你的不足 但是即便你不改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 深深爱着你 十一 会带你融入他的圈子 无论是朋友还是亲人聚会 都会带上你 并且从来不会在外人面前 让你丢脸 会一个劲地夸你 十二 当你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 他会担心你 会主动给你打电话 发信息 确认你安全没事才放心 十三 嘴巴嫌弃你 老是笑你笨 说你傻 但行为上却爱你爱得不行 出门紧紧地牵着你 没事就爱黏着你 十四 在外人面前很酷 很冷漠的他 唯独对你滔滔不绝 有时候甚至变得很唠叨 把你当成长不大的小孩 一直叮嘱你 十五 每晚都会亲吻你的额头 然后抱着你睡 即使不在身边 也会给你打电话 或是发消息 给你说晚安 十六 在他心里 你比工作兄弟朋友都重要 答应陪你 即使被骂重色亲友 也会陪着你 十七 为了两个人 更好的生活 他会很努力地工作 也很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经常带你出去运动 满满的正能量 十八 因为爱你 会给你安全感 会主动给异性保持距离 即便有别的女生 太过主动接近他 也会主动跟你抱背 不会让你胡思乱想 十九 除了你心里 再也容不下别人 未来的所有规划里 都有你 二十 会经常跟你说 我爱你 也会担心失去你 所以也会经常 为你爱不爱他 会想要娶你 三番四次跟你求婚 相爱容易相处男 结婚需要分种 请一定确定了 那个男人是真的爱你 足够可靠才结婚 静谈 也会年轻吗 应该不会有好 during